一抹另手的头颅 这 话音刚落 一座千丈高的山峰 突然齐腰而断 那就不用废话了 别我活捉了他 几道霸道无比的刀器 朝我压来 硬生生想刀困死 我报告你 独皮剑意 从体内爆发 硬生生抗击这几人的刀器 你就别想跑了 我们刀遇中人要做的事 还从来没有人能反抗 乖乖地束手就擒 免得受那皮肉之苦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把玄冥卷交出来 我们玉柱 可能还会饶你一命 真是精彩啊 真是精彩啊 刀遇 为了的玄冥卷 居然派出刀遇四杀 来抓一个 非生不足三年的新人 封魔 你魔遇中人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想跟我魔遇中人 你们这几个 所谓的刀遇四杀 还不够资格 封魔大法 玄冥卷 玄冥卷 拿来 那四个刀遇高手 就这样爆挑王 权衡厉害 我自知 现在绝不是他的对手 玄冥卷是吧 给你便是 但是 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不要给他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身后 出现了一个光头 自在上人 你不去外面逍遥 难道还想插手 我魔遇之事 魔遇中人残暴 无比 你千万不能把玄冥卷给他 否则太古 恐怕从此多事了 你这是找死 大自在不动根本意 罢了 你这印法防御太强 我无法攻破 这玄冥卷 我还会来取的 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还有命在 你也想要这东西是吧 给你 但是 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以我的实力 这东西 我是无福消受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不过 你有什么问题 倒是可以说来听听 据我所知 这玄冥卷在太古流传 至少也有几十本 为什么你们都知道 我这本才是真的 你飞升不过三年 就能和修炼百万年的人族 高手交锋 你说 这是不是玄冥 圣尊流传的武学 我确实飞升才三年 但是我现在的实力 和这玄冥卷 并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我师父 幽无邪灌顶给我的 幽无邪 我来这里的时候 还刚刚见过他 失去全身功力 必定化为飞灰 我已承待你 你竟然骗我 哼 你保重吧 这自在上人 满怀怒意地直接飞走 但是我却愣住了 因为我 可是亲眼看到 幽无邪化为飞灰的 怎么可能 还有人见过他 你竟然骗我 对